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的第五跟第六的提摩 這樣亮度還要黑吧? 如果不行,還是我讓它全按呢? 來,那個放射性元素 你要記得一件事情叫做 有一些不穩定的元素 每隔一段時間 它的質量可以減半 然後呢,變成了另外一個東西 就叫做子元素 所以這裡有所謂的母核種 就我剛剛講的母元素 人本百分之百 經過了一段時間,慢慢慢慢的衰減 如果衰減到剩一半,百分之五十 這個時候呢,我們就說質量減半 大概它的半算是在這裡 剩下的東西變成了誰?子元素 意思,母元素的量會越來越少 子元素的量會越來越多 如果我問你體力 通常就會說,到底呢 母親剩多少?剩下都變孩子的 經歷了一個半在一起 母親就變成二分之一 經歷了兩個半在一起 母親就變成二分之一,二分之一 也就是剩下四分之一 意思如果經歷了兩個半摔期 他的孩子有四分之三的質量 經過了半摔期 如果是三個母親的質量 就是二分之一的三次方 只剩八分之一 意思變成了誰?變成他孩子的 孩子就有八分之七 所以第五題為了看圖 夾這個放射性元素 對過來,差不多在這個位置 所以一條最接近的答案 喬一條目的 所以看圖,不要背 來,下一個第六題呢 第六題的話呢 這裡說了 有一種放射性元素 孩子的量是母親的七倍 所以我這裡寫了 孩子是母親的七倍 所以孩子有七 母親有一 加起來有八分 意思也就是說 一個八分之一 一個八分之七 所以你要勾從 他這裡所講的這句話 子何種為母何種的七倍 請知道 原來孩子有七 然後母親有一 加起來八個等分 所以母親有八分之一 孩子有八分之七 到底歷經了幾個半摔期幾個 你就直接看母親就好了 因為母親就叫做二分之一的暗次嗎 那麼通常呢 第一課問的都很簡單 你就一看到你幾次方 等他要有八分之一就好 物理才會算得很困難 第一課只是考你觀念而已 所以呢 五親八分之一就是這裡的二分之一的三次方 所以我再把它放大 所以這裡呢 你有沒有瞧見 我寫了三個半摔期 就這樣 所以呢 第一課都是考那個概念 到底行不行 行就分輸了 不行就沒了 所以呢 這第五跟第六應該算很容易喔 好 谢谢大家